你把供佛的那个水 倒在你的瓶子里面 出去布食 每天 也就是我们一个佛教徒的慈悲 我们这个方法可以改变世界 他们负责吃 我们负责超度 对不对 我们负责帮助他们 你把法国人都当做你的祖先 那功德更大 帮助他们离苦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增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保分庆医生 经济疫苗安全性 感谢资料显示 自BNT疫苗疫苗 护持很健康 在看到的新基因 和新包模型比例 这些比例主要发生 在住下疫苗14天以来 开始发生在住第二个疫苗疫苗 在这里少年年生发生率较高 在这里要特别提亲大家 住疫苗疫苗 24天以来 要特别注意以下五大症状 第一 心甘不疼 有压力感 还会测测 第二 副心 参加心中跳胸筋 也是没鬼子 第三 穿不离 第四 运动耐受不良 参加 驾不几步就很喘 没开在八楼腿 第五 黑暗瓶 分度 出现以上静重的时尊 请过去让医生看 又给医生说 静重持续的时间 以及要煮过新款的疫苗 加煮的时间 心善命词 补生命好 生命电视 与你一同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空中博取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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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圣者的三个阶位的修正法门 那这三类的圣者呢 叫做声闻 圆觉 还有菩萨 那这三类的法门的修正呢 因为根性的不同 发心的不同 修行的内容不同 他的所得果呢 也不同 那这三类的圣者 他如何转凡成圣 那我们今天呢 用一个表格呢 从凡夫位一直到圣者位 凡圣这两个阶位呢 然后再细分为六凡四圣的十个阶位 然后凡夫位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这个三分的善 那这三分的善呢 就顺服分善 顺解脱分善 还有顺觉则分善 的三个阶位 那在佛典当中 他在说明修行的次第 他是非常的完整的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修道次第呢 结合了一些经论的内容 综合出这张表 那这张表 在前面的凡夫位的部分呢 我是用巨色论的 我是用巨色论的 它的修道的次第 巨色论 它的内容总共有八品 它是一个修行的百科全书 也叫做聪明论 那所以我这次的前面的这个凡夫位的 这个七个家型 三贤四三根等等 它的内容 我主要是参考巨色论 那巨色论它分为寄送跟长行 那在巨色论的八品当中的寄送 我在佛学院讲过了大概五遍左右 所以我把巨色论里面的重要的修道次第 在这个凡夫位的修道次第里面 还有深吻的重要的修行道次第 它要用什么样的字 断什么样的烦恼 那今天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刚才提到说 第二章的这个修正的法门 分为声闻圆觉跟菩萨 那它的范围非常的广 那我们今天用最简单 最恶药最快速 有次第完整性的 跟大家做简介 那虽然它的内容很广 但是呢 只要我们按照有次第的学习呢 那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掌握 如果 学习佛法呢 有一些人不耗药 那有一些人 他会找很多的借口 那比如说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里呢 有提到了仁天法 仁天法它也是一个归类 因为六道当中 仁天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持 那第二个呢 就是二圣法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大圣的 菩萨法 仁天法 二圣法 大圣法 也是一个归类 刚才提到说 有一些人 放逸懈怠的人 他会说 仁天法太俗 这么俗的人天法 我不要学 二圣法太难 二圣法只有智力 没有利他 那大圣法呢 他觉得太广 他又 这个没有信心 所以不想学习佛法的人 仁天法 太俗 二圣法 太能 大圣法 又太广 失败的人 总是找理由 理由越找越少 成功的人 找方法 方法越找越多 好 今天呢 我们就用 简要的方式 也跟大家 把这个 重要的修道次第呢 做一个归类 那在这个表当中 我先跟大家 简要的介绍 那我用一心 生十法界 来介绍 凡夫跟圣者 那一心 也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呢 可以生十个法界 那这十个法界呢 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一个归类 凡夫 轮回在六道当中 分为六大类 这六大类呢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那六大类呢 就是地狱 恶鬼 畜生 那 还有阿修罗 人跟天 那一般来说 地狱恶鬼 畜生呢 我们把它归类为 三恶道 那 人天 还有阿修罗呢 一般把它归类成三散道 那当然阿修罗 他的归类呢 有一些也把它做不同的归类 那六道轮回呢 在我们中国佛教 采用的比较多 六道或是六趣 那在早期佛典呢 也很多采用五趣 五趣呢就是少了 阿修罗 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还有人天 这个五趣 那阿修罗因为他的数量 比较少一点 那所以呢 大体上早期佛典呢 都是用五趣或是五道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一心生死法界 这死法界呢 凡夫有六个法界 那圣者有几个法界呢 四个 一心生死法界 我们这心 如果我们生起 这个人天心 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当中 如果我们断除烦恼 会生起四个法界 这四个法界呢 就是生文 圆觉 菩萨 还有佛 的四个法界 所以 我们把凡夫跟圣者做归类 六凡四圣 那六凡四圣哪一个会比较好一点 六凡比较好还是四圣 当然四个圣者比较好嘛 那我们在哪里 我们却在凡夫 我们却在凡夫的六道当中轮回 那如何转凡入圣 圣 转凡入圣者 圣者 圣者又有四个圣者 那 圣文里面呢 是其中一个圣者 是其中一个圣者 圣文又分为 这个四国四相 四双八倍 就四个国 那他也分为剑道修道无学道 所以呢 在凡夫跟圣者 我们先知道 他的一个归类法 那 这里提到一心生死法界 为什么一心他会生死法界呢 就是你这个心 如果跟六道相应 你的所作所为 如果跟三二道的 这个第一二鬼畜生的行为是一样 那你的心 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 那 导致你轮回在六道的三二道当中 如果 你的心呢 是修学善法 但是你没有修学解脱法 那你可能会感到到 六道当中的人天国报 那如果你的心跟无漏法相应 跟出力心相应 跟菩提心相应 那你就会感得 身闻圆觉菩萨 乃至于得到无上 阿扭堕落三秒三菩提的佛果 所以一心生死法界 在阿瀚经里面呢 他讲到说 心种种 而色种种 你的心 升起什么心 你的色法也会感到什么样的色法 你的心 是跟人天法相应 那你感到的这个色法呢 你就是人或是天 简单做一个批语 心种种 则色种种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今天穿了 大红的衣服 他为什么会穿红色的衣服 因为他的心种种 顾色种种 因为他的心想要穿什么 颜色衣服 他想要穿红色的衣服 所以他的行为都是从心而来 所以我们的心呢 我们要生起在六道轮回的心 还是在这个四种圣者的心呢 我们要生起相应于这四种圣者的心 但是我请问大家 大家的心在世俗还是在佛法 心种种则色种种 大家的心 偏于世俗的财色名识 所以色身相畏处 还是偏重在于佛法的三学八正道 六度四色里面 普遍上是偏于哪里 普遍上是偏于这个世俗 所以我们一直在轮回六道当中 好 现在我们要转凡成圣 我们要知道说 凡夫是修什么法 而慢慢的见识的去向于圣者 圣者的转凡入圣呢 他不是凭空而有 他是有赤地性的 好 所以 我们在佛法概要第二章里面 因为要介绍三圣的行果 在大圣佛法当中叫做进行果 那这个行果呢 就是修行 的内容 而得到的果报 那这个三圣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个三圣法呢 是声闻 圆觉 菩萨 或是声闻 圆觉 佛 那在大圣法当中呢 菩萨是因 佛 他是果 所以大圣呢 有时候讲到三圣 有时候会讲到声闻 圆觉 菩萨 这个就是在讲 菩萨呢 如果讲菩萨就是在讲他因地 那因地的菩萨呢 在这边 我们方位凡夫菩萨跟圣者菩萨 这边有十地 修三大阿僧其解 那这边有五十二个阶位 好 所以我们这个表 简单呢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凡夫 第二个是声闻 那圆觉他的数量也比较少一点 也比较少人修行这个法门 那菩萨呢 是第三大类 那我们先看 第一大类 第一大类呢 他这边是凡夫 这边是一个分水岭 凡胜的分水岭 那凡夫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六道 六类的众生 那第二个归类法呢 第二个归类法 是这边的 顺服分散 顺解脱分散 跟顺抉择分散 那这三类呢 再加上 这里有一类叫做无肉散 无肉散呢 圣者的散法呢 都叫做无肉散 那分为刚才讲到 三个 三类或是四类 那凡夫呢 在这三分散当中 我们可以分为 一般的凡夫 第二个呢 顺解脱分散 顺解脱分散呢 是外凡夫 顺抉择分散呢 是内凡夫 那简单的说 在这个三种散当中 顺服分散 那也就是说 你在修的一个法呢 你是顺于修福报的 那修福报呢 你只有修福 那你会感得什么样的果报 人天的果报 那我们这样子看 这个人 还有声闻 圆觉菩萨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发心 第二个叫做修行 第三个叫做得果 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人的发心是发真上身心 譬如说 你现在有一个苹果 布施给三宝 你的发心 如果你发的是真上身心 你布施给三宝 你 认为 你未来的果报 可以更真上 你希望你的未来的福报更真上 你没有想到解脱 你没有想到 自利利他的成佛 这时候你布施的这颗苹果 生起的心是什么心 叫真上身心 那它的修行呢 人要得到人天的护照 得到人天的果报 他要修行的内容就是五戒 十善跟三福业 五戒呢 就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还有 不饮酒 前四戒是性戒 性戒呢 是不论佛又没有自戒 你犯了这四个 他就是一个重戒 他就犯了戒 被感到 这个恶业的果报 那九戒呢 是遮戒 就是佛自定不能喝酒 那他就成为一个戒律 是经过佛的自定 那比如说有人问说 佛只有自五戒不饮酒啊 他也没有自不吸毒啊 所以不吸毒呢 佛也没有自戒 可不可以吸 可以 不可以 那个不饮酒 他的包含的内容 就包含了什么呢 其实就跟吸毒是一样的 那是毒品啊 他会 这个障碍我们的智慧 好 所以我们先看人的发心修行得果 发真上身心修 五戒十善 那十善呢 就是 针对我们的生口意都生起善法 那生三 生呢 不杀道淫 生口意 生有三个 口有四个 不妄于两舌 二口其欲 义呢有三个 不贪成邪见 还有这个三福也 布施 慈戒 还有修这个禅地 那 他为什么得到 人天的果报呢 你的发心就是发真上身心 去修学善法 善法的内容就是五戒 十善 还有三福也 得到的就是人天的果报 所以你们今天为什么得到人天的果报呢 你们有拿到人天的复照 就是因为你们在过去 或过去生当中有修什么呢 有持五戒 有修十善 有修三福也 有些人学佛的人 他说五戒 就像五条绳子绑着我们 错误 五戒呢 就像五个法律保护着你 你只要不 不杀身不偷盗 不邪淫不妄于 好 不杀到淫妄 你不喝酒 这个五戒 你守着 守着这五个戒 你就有什么护照 你就有人天的护照 所以戒律它是保护我们 那 这是讲到 人他为什么得到人天的比较好的果报呢 因为有发心修行跟德国 那我们再看第二组 第二组是圣者 圣者呢我们看生文 所谓生文呢 就是听佛的因生而得到解脱的 我们都是属于生文弟子 生文弟子分两类 一个是已经解脱的 这个世果世相 第二个呢就是 还没解脱的 那 圣者当中 第一类生文呢 他的发心是发出离心 修行是修什么呢 世圣地 德国呢就是得到解脱的涅槃 那同样的我们举刚才的譬喻 你有一个苹果 你想要布施 你布施的时候呢 你升起的是出离心 什么是出离心 出离三界 因为三界如火载 为什么三界如火载 因为三界是轮回的空间 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 轮回在六道当中 你现在得到人天的果报 还算是好的 那你如果堕到三六道那更苦 那请问大家当人苦不苦 当人本来就是苦 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本来当人就是苦 沙婆世界呢是一个堪忍的世界 是一个苦的世界 所以 诸法的共向 无常苦空无我 那个苦 是这一个世界的实相 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相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要 这个修 解脱行 那所以呢 我们要发什么呢 出离心 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发出离 出离三界的心 那修行呢 要修什么呢 四圣地 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说 佛成佛的时候 第一次说法 说了一个最重要的法 是什么法 四圣地的法 四圣地呢 苦极灭道 苦极是流转生死的因果 你如始了之 如始正见 如始正思维 灭道呢 是解脱还灭的因果 你如始了之 如始正见 如始正思维 那 你如果能够 如始了之 如始正见 如始呢 去做 观察 做智慧的观察 做会观 子观相运 子观 定会等词 那你就可以得到 涅槃 所以声文呢 是发出离心修四地 正 涅槃果 那我们 现在的 第二章的修正法门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要讲 声文的修正法门 第二个呢 讲圆觉的修正法门 第三个就是菩萨 那我们看圆觉呢 他的发心 他一样跟声文是发出离心 但是他修行的内容 主要是观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 他的内容 他跟世圣地有个共通性 他都是 呃 观察的内容都是因果 因为 云起我们讲到三四两重因果 也就是货业苦 货业苦就是说 你现在有烦恼 你现在有烦恼一定会造业 造业一定会感得苦果 你在感得你现在的苦果的同时 你如果没有智慧 你会生起烦恼造业感得苦果 因是 这个 你的起货造业 然后感得苦果 那个苦果呢 就在哪里呢 就在 六道轮回 就在三界当中 好 所以 呃 圆觉呢 他发心 出离心 发出离心 修行呢 就修十二元起 他得果一样跟声文一样得到涅槃 那这两类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二圣 那也把它 称作小圣 或是小成 那这个小成呢 其实 呃 你 大家也不要把这个 小呢 呃 把它当作有贬义的意思 那个小成 就那个成是车程的意思 交通工具的意思 他的交通工具比较小一点 所以呢 他就自立 达到彼岸 乘着这个交通工具 达到涅槃的彼岸 达到苦的彼岸 离苦得乐了 那所以呢 他叫做小的交通工具 也叫做小成 那因为小成呢 小圣呢 他有两类 所以他也叫做二成 他也叫做小成 那第三类呢 是大成 大成呢 就是那个交通工具比较大 也就是说我解脱 顺便带着大家也解脱 那 这个典型的人物就是我们的教主 释迦摩尼佛 他兼具慈悲智慧 兼具了三德而立 他有自得断得恩的 他有自立得利他的 的圆满 所以呢 他的交通工具是大的还是小的 他的交通工具是大 所以他叫大成 那 佛是修什么法呢 佛就是修这个菩萨法 菩萨呢是因 那正德果位呢 我们就叫他叫做佛 那一样分成三类 发心修行正果 发心他是发什么心呢 他是发菩提心 菩提心呢 他的种类很多 主要就是上求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众生 发心要发广大心 刚才提到说 你在修一个善法 你在布施一个苹果 给三宝的时候 你发真上身心 我布施一个苹果 我未来的果报会比较好一点 我的福报会比较好一点 我的福报比较真上一点 那你落在哪里 人天法当中 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呢 你为什么布施 是因为你要出离生死 生死轮回太苦了 我 要解脱生死 要达到 涅槃的解脱 但是这还是自立的 那这个自立呢 你修的行呢 就是二圣 身吻跟圆卷 那如果你在发心 是发什么呢 菩提心 你今天为什么布施这颗苹果 你要累积无量的福德之量 为什么要累积无量的福德之量呢 因为你要利益无量广大的众生 所以同样布施一个苹果 你可以发真上身心 你可以发出离心 你可以发菩提心 请问一下哪一个效率 哪一个效果 哪一个 那个营养最好 菩提心 是吗 那你们在布施的时候 你们是发真上身心 还是处理心 还是菩提心 一般我看 在布施的时候 发真上身心 比较多 就是你布施一个苹果 那以后我未来福报会比较好 你想到的都是谁呢 想到的都是自己 但是 你现在要慢慢 发广大心 布施的东西是一样 但是你发心的不同 果报会不同 你看你发真上身心 多可惜 你是得到善果 人天的善果 如果发菩提心 上求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众生 那你可以得到的是什么呢 无上的佛果 无上的阿扭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那个动机非常重要 修行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 赢在起跑点 那个起跑点是什么呢 发心 所以 有些人发心 他一直在修福 一直在修 这个三菩业 不能说他错 但是要进阶 你要修什么呢 你要修出离心 你要修出离心 出离心呢就是这边的 断烦恼 然后正德解脱 然后进一步呢 你要发大圣心 那请问大家 释迦摩尼佛 他说法呢 他是 目标呢 是仁天行 还是生文行 二圣行 还是大圣呢 佛说法的等怀呢 是这个大圣法 因为大圣法 他自立 还可以利益 无量广大的众生 如果释迦摩尼佛 他没有修菩萨心 他没有发广大心 说无量的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 得到法义 那这个是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 三类的 凡夫跟圣者呢 发心修行 德国的不同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介绍这个凡夫 那凡夫呢 刚才提到说 有六道轮回 那 底下的这三大类 主要是仁天所修的 主要是仁 那佛说法的 对象呢 他也是主要是 人为主 那这边提到的 顺福分善 顺解脱分善 顺抉择分善 这三种善呢 他为什么分这三种善 那我们到底是在 这三种善的内凡夫 外凡夫 还是一般凡夫呢 你们觉得你们应该是在这三个的哪一个 内凡 外凡 一般凡 我看是 应该是这个一般凡夫 应该在外面 之外 是吗 注意哦 那个顺福分善 什么是顺福分善呢 就是 种下 人天的种子 就是说你现在 修的善法 他可以感得人天的果报 那顺福分 就是刚才所说的 你发真上身心 你是想修福 他会感得人中的爱果 种子 可爱的果报 那他会感得什么呢 在世间里面 比如说大富 大贵 好的容貌 乃至于说 像 转轮圣王 或是帝四天 范王等等 那 顺福分善呢 他其实修两种业 他修哪两种业呢 第一个叫做福业 第二个呢叫做不动业 那在业的归类呢 有福业 非福业跟不动业 非福业呢就是恶业 你修恶业呢 就敢得三二道 那福业 福业呢 他会感得人天的果报 那个不动业就是禅定业 那所以修这个顺福分呢 他会感得人天的果报 那顺解脱分善呢 这边是配合三贤位 好 那顺解脱分 顺解脱分呢 呃 这个 呃 在佛典有一个语词叫做种熟脱 种熟脱呢就是 你种下解脱的种子 那 有时候我们会思考说 我们现在有没有种下解脱的种子 有没有 你觉得你现在有种下解脱的种子吗 你如果用 真上身心修佛法 你用真上身心修这边的大圣法的六度四摄 用真上身心 你用真上身心修大圣法 你会落在人天法当中 好 所以呢 你如果 要种下这个解脱的种子呢 你必须 要跟解脱法相应 那在佛典里面 好 在据色论里面 他有提到说 什么 状况呢 他是种下的解脱种子呢 如果你 听闻 生死是有过失的 我们轮回生死六道是有过失的 你听闻到诸法无我 一切法呢 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法 没有一个实在的 这个自信 你听闻诸法无我 听闻 涅槃激进 你听闻涅槃是有功德的 你听到这个法 以上的法 身毛为素 悲气堕累 你听到佛法呢 身毛为素 然后呢 你会悲气堕累 所以 因为非常感动 你听闻了解脱法 有一句话叫做 朝闻到 细时可以 你早上听到解脱法 因为如果你没有听到解脱法 你永远在轮回当中 听闻到解脱法 早上听到下午死掉都没关系 但是不能死的这么快 因为我们要学习 那顺解脱分散就是如此 你听到佛法之后 如果你如果有身毛为素 悲气堕累 那你就已经种下了解脱分的种子 佛在阿恩经里面说法呢 为什么很多人 他听到了这个法 他就能够正入圣道 因为他 他在听这个法的时候 他能跟这个法相应 所以他会身毛为素 悲气堕累 他会有对法的感动 我看很多人在学习佛法 对佛法没有感动 佛法呢要感动自己 才能感动别人 所以 我觉得我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佛法给我很多的感动 我也希望说 用我自己感动到的佛法 去感动大家 佛法太殊胜了 世间太苦了 佛法是明灯 佛陀是医王 他说的法是良药 还有身是一个看护者 那我们 有这个三宝 有三宝我们才能种下 顺解图分 这顺解图分 这边也叫做三贤位 下种 这个叫做什么呢 外凡复位 顺抉择分散呢 叫四上根内凡位 那四上根是软 顶忍四第一法 那三贤位呢 是武庭心官 别相念著 总相念著 好 顺抉择分 这个抉择呢 呃 因为这四个法 能够敢得圣道 这圣道是什么呢 他能敢得圣道 圣道如果以身文法呢 就是他可以敢得见道 修道 还有无学道 那见道呢 就是这边的出果相 修道呢 就是出果到四果相 无学道呢 就是四果的 阿罗汉 阿罗汉果 那其实 我们在这本佛法概要 一开始要讲的就是 那个阿罗汉 那我们把它卫星定位一下 阿罗汉在哪里 在这里哦 阿罗汉果在这里 但是你要得到阿罗汉果 必须从前面这里 剑刺的 然后终于得到阿罗汉果 那但是我们现在直接就要知道 阿罗汉果 他的修正法门 所以呢我们先 把凡夫的 这个阶位 再先简介一下 那刚才提到说 善分成四个 这个是在于解师帝论的卷三 里面有提到的 顺服分善 顺解脱分善 顺抉择分善 还有 无漏善 那凡夫有这三种善 这三种善呢 也可以叫做有漏善 好 这四种善可以归类成两类 一个是有漏善 一个叫做 无漏善 那 那我们就进入 这个顺服分善 这顺服分善 仁天法 修这个顺服分善呢 除了得到仁天果报 有一类人呢 他想要去入于解脱 所以呢这时候呢 他就会有前面的这个 注戒修三慧 还有生气清净 然后再进入三贤四上根 那这个阶位是这样子 这个阶位呢 是修 文师修 然后呢 生气清净 然后进入三贤位 四上根位 然后呢 见到位 然后修到位 然后进入到 吴学到 吴学到 然后就得到 吴学到的最高果报 是四果的阿罗汉果 那刚才提到说 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 因为要去入于 转凡成圣 所以在据色论里面 他提到说 将去见地道 因注戒 勤修 勤修什么呢 文师修三慧 文师修是一个 修行的次第 在修行次第里面 我们讲到 文师修正 透过听闻佛法 思维佛法 实践佛法 然后呢 正得出国 恶果 三果 四果的四个沙门果 那所以呢 我们要修学佛道 第一个呢 要注戒 修三慧 注戒 这个戒非常重要 戒是三圣共基 也就是修学三圣圣者的一个基础 我们说戒定慧 戒是一楼 定是二楼 解脱的智慧是三楼 所以戒 是很重要 刚才提到说 戒是保护我们 不是束缚我们 有些在家人 有些在家人持戒 他持得很难过 有些出家人也一样 他觉得持戒很难 刚才提到说 持戒其实是保护我们 而且让我们的现身生命更增上 来生生命更增上 戒能够让我们剑斥的让我们去向于解脱 那你有持这个戒 然后修文所成慧 诗所成慧 跟修所成慧 文所成慧呢 文是文什么呢 文至教 也就是三藏十二部 那这边 文所成慧呢 他也文师修正 这三类呢 他也配合四欲流知 四欲流知就是要进入到 欲流果 这边欲流果 欲流果是出果嘛 那你要 得到出果呢 你要修这个四欲流知 也就是清静善事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然后正 出果 这叫四欲流知 所以一般凡夫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要修解脱道 要修这个文所成慧 文什么呢 文三藏十二部 也就是我们的三藏 分为十二部 或是九分教 那我们如何 听闻佛法呢 我们要怎么样 清静善知识 听闻正法 有一些在家人 有一些出家人 不清静善知识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他用自己有限的智慧 用自己有限的世俗智呢 去修行 那 常常走错路 用我自己的 用自己的我见 用自己的我知 所以这边 一开始 他告诉我们要清静善知识 而且要听闻正法 我们自己学习呢 容易落入在实践当中 所以呢 一定要清静善知 听闻正法 这一个是闻所成慧 闻 一定要闻三藏十二部 师所成慧 那师要师真理 要如理师位 那修呢 修等词 这个修 闻师修的修呢 他一定跟定相应 那定呢 如果在北传的俱色论呢 他要色界定以上 那他要净分定 位置定 要色界定以上 欲界是没有这个定的 当然在诚实论里面 他有讲到这个色界 欲界定也可以 或是南传 但是呢 在北传佛教 他讲到这个修呢 他一定要定慧等词 法随法行 我们一般凡夫要透过闻师修 那这个闻呢 他会产生什么呢 闻慧 那在陈佛之道里面 有提到说 游闻知诸法 游闻遮重恶 游闻断无益 游闻得虐般 游闻知诸法 我们透过善知识的解说 我们听闻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法 这个就是一切法 的内容之一 那一切法呢 比如说归类成有漏法 五漏法 我们归类成什么呢 五味白法 游闻知诸法 游闻遮重恶 我们听闻佛法 知道止恶行善 那游闻断无益 游听闻佛法 我们知道要去断除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 在世间 慢慢的生老病死 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些 我们带不走的东西 终有一天你会放下 但是我们却 用我们的有限生命 去追求这些物质 追求一些你带不走的东西 那佛法呢 才是究竟 游闻知诸法 游闻遮中恶 游闻断无益 游闻得虐般 深闻圆绝 乃至于佛的大波涅槃 无助处涅槃 所以呢 听闻佛法有殊胜功德 施 施所成慧呢 也叫做施慧 那施为佛法呢 应该怎么施为 在陈佛之道里面有提到说 正施向于燕 向离欲即灭 什么是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思维呢 必须跟解脱法相应 正施向于燕 正施为你要燕离世间 这才叫做正施为 向离欲 你要离五欲 我们都相应在五欲当中 我们喜欢五欲 喜欢设身相畏处 喜欢财色明十岁 正施为要正施向于燕 向离欲即灭 正施为向于灭 灭什么呢 灭烦恼得到即灭涅槃 修 修要修等词 修等词呢就是要跟 死观相应 好 这是第一组 一般凡夫呢 我们要这个 透过文师修 那透过世欲流知 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信解行政 好 这个信仰佛法 了解佛法 这一些就是你要先了解 信解行去实践 去实践什么呢 实践五戒十善 实践什么呢 四地十二元起六度四射 然后剑刺的呢 这个 这个指观相应 震入了圣者 那有这个文师修之后呢 要继续呢 他这边有一个叫做生气清净三音 好 生气 他就像一个容器一样 我们的容器 如果装脏的东西呢 那 没有办法让你生命更增上 我们的身体 也是一个容器 我们这个容器都装什么呢 我们这个容器都是装烦恼 装肮脏的东西 所以你要修到呢 他叫你说 有三个音你要注意 第一个呢叫身心远离 第二个叫喜足少欲 第三个叫做住世圣种 身心远离 他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身远离 一个叫心远离 身远离就是离相杂住 我们喜欢呢 很多的朋友 那相杂住在一起 好 那不是修学佛法 而是相应于世俗法 所以呢 身远离要离外恶有 第二个心远离 心远离就是离不善寻 就是离恶寻思 我们常常寻思一些不该寻思的 我们 我们想一些不该想的 比如出家以后想着亲属 想着你的家 想着你的家人 那想一些世俗法 不如理思维 所以呢 你的生气清静 第一个要身心远离 第二个很重要叫做喜足 扫欲 这个叫扫欲知足的意思 那扫欲 跟知足 扫欲呢 他说未得的 这个世事供养 衣服饮食卧具医药 如果 你没有得到 你不会希求 别人得到很多 你未得 你也想得到 你得到了 又想更多 更多呢 又想更多 这个 就多欲了 好我们要少欲 喜足 喜足呢 已得的 你虽然得到很少 你很知足 不论是在家跟出家都一样 尤其出家 这扫欲喜足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人多欲啊 东西要要很多 然后不知足 我记得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 我在佛学院呢 读了将近九年 八年多 我们在佛学院也没有担经 那就在佛学院里面读书 那天天都很快乐 为什么天天都很快乐 因为有佛法 所以有法乐 但是呢 有些人 他不喜欢佛法 不相应佛法 他喜欢世俗 他喜欢世俗的五欲乐 所以他在佛学院他待不住 在家 出家 都一样 他不欢喜佛法 不欢喜佛法的时候呢 他就会怎么样呢 多欲不知足 所以生气清净呢 扫欲喜足很重要 那第三个呢 是注释圣种 注释圣种呢 就是有四种圣人的种子 你把它种下去 其实这个呢 跟那个扫欲喜足是有关系的 衣服洗足圣种 饮食洗足圣种 握具洗足圣种 是世事供养里面的 衣服饮食握具 三个 然后呢 第四个圣种是什么呢 乐断乐修圣种 乐断烦恼 乐修圣道 你要欢喜这个 你不是欢喜五欲 你如果天天在想五欲呢 你就不会想到断烦恼的事情 那如果你有身心远离 喜足少欲 注释圣种 那你的生气就怎么样 清净 如果你没有这三个 你的生气是什么呢 是不清净的 就像一个房子里面不清净 就像杯子里面不清净 杯子很脏 然后你再倒水下去 再喝下去 好 会让你的身体更好吗 不會 所以呢 这生气清净很重要 如果你有文师修了 你有清净善事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法水法心 你生气也清净了 你慢慢就可以修学止关了 这边都是关哦 我们我们刚才提到说定会本词嘛 定会 也是止关 你要修止 你要修关 这个关 这个关会要修什么关呢 修断烦恼 跟断烦恼是有关的 这边外凡夫位跟内凡夫位呢 我们看 他总共有三种会关 这三种会关是让你断烦恼的观察方式 第一个叫五